好 接下來H.H.老師 要用他的這個生命靈數 來分析兩個人的戀愛靈魂 好 大家好 今天又來到生命靈數這個單元 我們今天看的是先看祭安 祭安的生日是一九九四年 九月二十七號 在第一張圖裡面 我們可以得到兩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是 制約數得到是九 生日加起來的數字 第二個數字是 你的命數得到是五 那制約數九代表 你在成長環境裡面 受到九這個數字的影響 九這個數字的能量是 會讓你充滿夢想 你會追夢 你會把事情都想得很圓滿 但是你也很有智慧 所以相對來講 這個數字會讓你在 尋找另一半的時候 你也會希望對方是一個 充滿夢想的人 那你的命數是五 命數五很好 五號人是一個 SPA LIFE 美光燈下的一個人 所以大家都會喜歡看你表演 你會吸引眾人的目光 你也很會溝通 你很會表達 很會表現 但是命數五代表 你的人生的課題是 你太過任性 你想做什麼 就去做什麼 你會不顧別人的 主然也好 反對也好 那這是要注意的一點 談感情的時候 尤其會發生 然後你看 這個是你的能力圖 你的酒特別得多 酒特別得多就代表 你特別想要去追求夢想 對 這會變成是一個 很強大的一個特質 再加上你的一五九 是有連線的 一五九連線在這個藍圖裡面 它代表著你是一個工作狂 也因此你剛剛在描述 第一次初戀那一段感情的時候 對 你因為工作 你就轉移目標 所以我也可以解釋成這樣 就是你就是因為工作 可以忽略到很多事情的人 所以這一點要記起來 當他在忙工作的時候 千萬不要打擾他 對 然後他有一四七連線 一四七連線是 你是一個比較 比如說吃得飽 穿得暖 你就可以覺得很開心的人 你比較不需要一直去追求說 我們心靈要多麼的契合 或什麼的 不然你們兩個只要可以出去 比如說一起去爬山 一起去購物 一起出遊 你是比較喜歡 外出運動的那種人 所以這一點 這也要記記 高評價 那接下來是 今年的流年走到六 流年是過完生日之後算流年 所以你九月二十七號之前是五 今年九月二十七號是六 所以你現在就走到六了 對 所以今年過去這一年裡面 其實流年五是比較自由奔放的 你可以過得比較自在 而且是有一點桃花的 那六的話就是說 你今年生日過後 到明年的生日這一年當中 那你的流年六代表 你會要負責任 可能會因為別人的事情 而要負責任 在感情上面 尤其要特別注意的是 你有可能會因為小孩 因為不小心 所以奉子成婚之類的事情 所以要避免懷孕 就是預防房屋 真的有明年嗎 明年 就是今年的生日 到明年的生日這一段時間 天啊 要提早結婚 好不好 可能會奉子成婚 你希望這樣對不對 這不是什麼好事 太可怕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許蒙的 許蒙是一九九六八 六十八 對吧 四字座 對 這張圖上面看到兩張 兩個數字一樣 一樣是從生日得到的 自月數八 以及命數六 那自月數八 就是它的本質 剛剛提過了 自月數八 八這個數字代表 金錢跟權力 所以你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你可能會 你算是一個很上進的年輕人 你會一直思考說 我要不要去賺錢 我要怎麼樣去提升 自己的地位 我要怎麼樣成功 這個是你與生俱來 或者從小到大 把環境造成你所養成的一種習慣 所以以女人的角度 來看男人的話 這一點是很好的 可是同時間 他也會要求另外一半 你要上進 你要一起跟著 我們要同步成長 這是兩邊互相會影響到 那命數六 命數六人通常是這樣 他有點人我界限不分 你常常會聽人家講很多心事 朋友喜歡你 然後會跟你講心事 然後可是你後來 你都會跟很熱心 很親切地回答人家 包容他們 然後去聽他們講話 但到講到最後 其實你不知道 你自己要的是什麼 你會告訴他們說 你要什麼 你應該怎麼做 但是你其實自己 不是那麼清楚 自己要做 問到自己的時候就變 對 你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千萬記住 不要去擔 不是你應該擔的責任 這是這個數字的人 會遇到的一個課題 然後我們看一下 許蒙這個藍圖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沒有連線 它沒有連線 對 我們很少在這邊 很少沒有連線 沒有連線也沒什麼大不了 沒有線 但這張圖裡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跟一般圖不一樣是 它有二四 四八 八六 二六 那這幾個短線 它其實也算是連線 我沒有把它畫出來 對 它就代表 你比較輕巧 比較靈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你會比較誠懇 然後比較穩定 然後比較和平 想求和平 可是問題是你沒有五 所以當沒有五的時候 這些裡面的幾個優點 它會有一些變成缺點 變成你會容易不安 以及你會不想把你的心裡話 講出來 你會悶在心裡 會 對 這是一個問題 對 這是你的負面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的流年 你今天流年走到五 流年走到五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像它去年流年走到五 那流年走到五就是 一個很自由奔放的年 你會遇到更多的人 你會覺得你本來去年 你生日八一八 也就是說八二十八到之前 你可能覺得身上有一些拘束 有一些枷鎖 但是過了生日之後 你這段時間內 你就覺得說好像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新的進展 你會碰到更多新的人 然後也會有新的桃花出現 有爛的 有好的 好的當然這邊是好的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要把握在今天的機會 不然就會被爛桃花趁虛而入 是這樣 OK 你有沒有其他愛情的諮詢 我先諮詢嗎 請 想要請問 通常是要收錢的 都收錢 把握時間啦 那一小時很貴的 好 謝謝老師 就是要怎麼在感情中辯別自己 應該說怎麼樣 你有辦法第一眼認出來 這個人是不是渣男嗎 你說我有沒有辦法辯別 對 我想要 因為我不想要浪費時間 可能跟他相處 這個我也很想聽 對啊 第一眼照做渣男 就是要看面相嗎 沒有這種東西 第一眼就能 今天如果今天做的是命理老師 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他從什麼指揮的哪一個心 哪一顆心 或者是命理老師 看他的眉毛 看他的鼻子 這個有一些東西可以推斷 但那都是一個概率 但如果我用這個聲明書 剛剛在跟你講 我看到你一個點是說 因為你太追求夢想了 對 然後那個夢想會 那個酒的數字的能量 會幫你帶出去說 當你今天第一眼看到這個人 你會覺得 比如說他是個追夢人 他很有理想 他很有抱負 光這一點他就吸引了你 可是他這個人的人品怎麼樣 他也沒有跟你興趣合不合 很多面你都不去管 你就只看這一點 那相處到最後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 你遇到了一個不適合你的人 所以他有可能就劈腿了 有可能就分手了 那你說他是不是渣男 所以你應該多多觀察一個男人 多跟他相處之後 不要那麼相信自己的直覺 對 你不要第一眼說 這個就是我覺得他超棒 不要太快投入 不要太快投入 因為你都還年輕 你們的直覺都還不太準 所以還不太準 對 所以這是 對 這是我可以回答你的部分 好吧 反正現在時間是你們的本錢 時間可以拉長 對啊 好 徐萌你有沒有問題 我想要問 像剛才老師有提到 創傷症候群 這件事情應該要怎麼去 療癒他嗎 就是解決 就是你因為那次事件 那個人之後 你發現你沒有辦法 再往前走一步了 對 你沒有辦法再去 多認識新的女生 或新的對象 對嗎 然後會一直 可能我跟他之間 要是有什麼相處的話 會突然觸碰到 以前的那個回憶 然後就會想到一些不好的 我理解 這類的 創傷了 我可以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如果有愛的話 很多心理疾病 會自然而痊癒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遇到 一個對的人 他有可能 他就可以治療你了 所以你是心理醫生 我又不知道 有可能 我看也是心靈導師 如果你們 心靈導師 不要講說事有事 有... 剛才突然 開玩笑的 就是這麼用 我們看 是到底開心了 可以... 開心嗎 他不會是不好的 開心 好不好真的是 浮出那個畫面 所以你看 剛剛說他想找個乖的 也是因為他很害怕又受傷 對啊 對啊 所以他心裡面的確是有陰影 就是有一... 我是建議說 像你剛剛在講說 你在滑交友軟體 很多都聊不下去 對啊 而且交友軟體裡面 他們的 女生遇到男生的機會 就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他可以篩選 但男生不行 當然... 男生要是遇到很喜歡 可是也不容易上 我認為這個世代 這個世代的你們 比較缺乏的東西是 真實的人跟人之間的交際 對 對 所以你應該 多走出來去跟... 比如說參加不同的社團活動 多認識新的朋友 多參加再聚會 透過這些關係 當然你還是可以繼續 玩你的交友軟體 可是我覺得 那只是其中的一個管道 那個玩幾個月就不玩 因為每天開的話題都一樣 你好什麼 對... 你喜歡住哪裡啊 所以如果你已經厭倦這一切的話 你就換一種交友方式 對 比如說今天走出來這邊 我覺得你們剛剛聊了就... 我們可以一起出去 很棒 可以 也可以爬山 對 加播放哦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